各位亲爱的家人 弟兄姐妹平安 这一期呢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录的一个信息 就是在困境中请相信他的良善 这个信息呢我要特别来鼓励一些 过去几年或者说在你的人生现在这个阶段当中 正在一些低谷当中 或者说你看不到一个翻转的迹象的人 或者说你正在一些很大的挑战当中 那牧师希望借着这些神的话语 借着今天的这一段分享能够鼓励到这样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的信息是在困境中请相信他的良善 一般来说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诈美神感谢神对不对 我们相信神是最伟大的 可是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你在难处当中的时候 当你身体有软弱 当你身体遭遇疾病的挑战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相信神的良善吗 很多时候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今天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期 我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我想呢就是困难困境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的道路里面 我们多少都会遇到 我们都会遇到很不容易的时刻 人生的困难 或者说低谷 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很挫折 很挫败 很破碎的那个处境 或者说那个感觉 那个阶段 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遭遇这一切 基督徒神的儿女也是一样 相信恩典的人也会遇到这些 那很多人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呢 他们就远离了神 他们就选择放弃了 有人会说 恩典的道我也听了那么久 可是我没有看到翻转 我放弃了 有人会说 算了算了 我去想想其他办法吧 很多人就什么 离开了神 就放弃了 远离了神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今天呢我们谈一谈 就是我们在困境的时候 该如何依靠神 我们在困境的时候 还可以依靠神吗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低谷的光景当中 在看不到翻转迹象的一个处境当中 我们还能够来诈美神吗 我们还能够怎么样来信靠神呢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那我要用一个圣经的人物 来开始今天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人物呢叫大卫啊 大卫呢在他一生当中 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他经历了很多的困境 然后呢我们看到 大卫同时又是那样的认识神 依靠神 那重点是 大卫 他是怎么样在困境当中 依靠神的呢 那我今天让大家看的几处经文 先来看四篇十六篇 我们选择先来读前面的几节 前面的几节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看 大卫他在逆境的时候 他在不如意的时候 他在很低谷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他是怎么来反应 怎么来表现的 我们在中间有一些学习 那四篇十六篇呢 是描述大卫 他在人生的困境当中 他的一个反应和态度 我们来看读一下 这几节经文啊 第一节 大卫的经思 这里有个括号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来看这个圣经 和合本这里翻译的非常清楚 他前面在讲到大卫的诗的时候 他有一个描述 有一个备注 他说这是大卫的经思 我再说一次 这是大卫的经思 意思就是大卫像黄金一般的诗篇 是很宝贵的诗篇 它不是普通的诗篇 金子我们知道是代表着什么 宝贵的 是极其尊贵的 对不对 极其稀有的 金子代表的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是在大卫所有的诗篇 大卫每一个诗篇都很棒 但是在这大卫所有的诗篇当中 这个称之为是什么 是他的经思 弟兄姐妹 像黄金一样的宝贵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经思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我们一般会认为说 这样的诗篇 应该是在他当王的时候 或者说在他 丰功伟绩的时候写的 对不对 应该是在他人生处在 最成功 最辉煌 最巅峰的时候 然后他写了很雄壮的诗 然后这个才是大卫的经思 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的 对不对 可是恰恰相反 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经思 大卫的这个诗篇 恰恰相反 是在他被扫罗王所追杀的时候写的 是他在旷野漂泊流浪 逃窜逃命的时候写的 是在他朝不保夕的时候写的 是在他极其困乏缺乏 在压力三大的里面 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他写的 所以是在这样的处境下 他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称之为是大卫的经思 来我们来看下面这里有一段话 在安乐富足健康的时候 我们感谢诈美神 我想不会太难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感到困窘 贫穷 或者是疾病产生的时候 还能够依靠神吗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 很大的挑战 我再说一次 在你一方风顺的时候 在你平步青云的时候 在你人生处在巅峰 处在成功 处在掌声和鲜花当中的时候 你说哈利路亚 感谢诈美主 我想这个很容易 大家都能做得到 但是如果说 在你最低谷的时候 在你看不到翻转的时候 在你压力三大的时候 在你甚至身体上 有很多疾病的时候 在你有很多 搅扰攻击挑战的时候 你还是仍然能够依靠神吗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每一个人 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 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个挑战 无论是对于牧者本人 还是对于每一个家人 每个弟兄姐妹 我觉得 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 要去思考说 在软弱的时候 在低谷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赞美神 我们还能够依靠神 还能够信靠神吗 感谢主 那好 那我今天的信息就是 我们要在大卫身上 看到他的态度 对不对 那大卫最后的结果 告诉我们是什么 他成为以色列的王 他成为历史上 最伟大的王 对不对 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照着神的心意 服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 大卫的结果是什么 是很棒的 对不对 是成功的 是喜乐的 是很荣神义人的 对不对 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 是美好的 那在大卫的这些 困境当中的时候 他的态度 我们再来读 四篇十六篇的第一节 和第二节 第一节我们再来读 他说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大卫在困境中的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是要来依靠神的 弟兄姐妹 不要去找人 不要把目光 盯在人的身上 要来依靠神 还是要回到 主的面前 真的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中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 不管你现在面临着什么 牧师鼓励你 你的焦点 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 不要指望 只是单单地指望 那个医生和药物 当然你可以去看医生 去吃药 但是你的焦点 还是要让你的信心 聚焦在主的身上 不要只是想办法 找人来帮助你 对人可以来帮助你 上帝可以借着人来帮助你 但你知道你所依靠的源头 是来自主 来自神 所以大卫说什么 他说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这里看到大卫的态度 大卫的反应是 他把他的心调整过来 仍然地来到主的面前 来聚焦在这位主的身上 然后第二节他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注意 他说你是我的主 可以圈起来 大卫把这位神个人化 弟兄姐妹 这位主是你的主 祂是你个人的主 虽然全世界六十亿的人 神爱世人 祂都爱 但是祂是你的主 然后下面说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大卫在这样的落魄当中 在旷野里面逃窜 在招不保息 在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在这样的落难的一个状态 低谷的状态当中 能有什么好处啊 能看到什么好处呢 好像都没有看到嘛 对不对 都没有彰显嘛 都没有突破嘛 哪有什么好处 但是他仍然说什么 他说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再说一次 他仍然决定 信任神的良善 弟兄姐妹 他不是在皇宫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是在 在那个宝座上 这个时候不是在 鲜花掌声当中 这个时候是在旷野流窜 是在逃命 可是他 在这个时候 他仍然说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仍然相信 神的良善 他信任神的良善 弟兄姐妹 我今天鼓励你 牧师鼓励你 调整你的思维 不要接受谎言 不要接受错误的思想 你仍然要相信神的良善 哪怕你现在 在人生最低谷的里面 在破产的里面 在最大的一个落魄和失败的里面 在别人踩你的里面 不管你现在 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在被仇敌追杀的光景当中 也好像大卫一样 但你仍然要相信 神的良善 神他爱我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上帝要把所有的一切美好的给我 上帝是美善的神 上帝是良善的神 上帝是一位好神 他爱我 他对我最好 这是大卫的态度 所以大卫在经历人生困境的时候 他仍然坚持相信神的良善 信靠神的良善 那这是一个圣经的人物 我希望能够鼓励到你 那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呢 我们继续来看 另外一个人叫约沙法 是一个王啊 当时他面对什么呢 也是面对挑战和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之下 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此后摩押人和亚蒙人 又有米乌西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你看仇敌在攻击他 对不对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 从海外亚兰那边 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他们在哈喜训他嘛 就是影基底 很显然约沙法这个时候 正处在仇敌的包围当中 真的是仇敌四面环绕 来攻击他 他真的是很艰难 他真的是很恐惧 他真的是很担心 他真的是很软弱 可能换成有一些人会说 神不是与我同在吗 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一切 上帝不是我的帮助吗 为什么看不到 他来帮助我击杀仇敌 神不是供应我的吗 为什么我会落到 如此的境地呢 但是你知道 约沙法的反应是什么 他在困境困难中 他的反应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历代之下 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他就做一件事情 他不是选择放弃 他不是选择埋怨 对不对 他不是选择离开神 他选择做了什么 二十一节 约沙法既于名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颂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说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弟兄姐妹停在这里 明明是仇敌在攻击他 差一点就要被吞掉了 对不对 就要亡国了 对不对 就要被灭亡了 哪有什么神的作为彰显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神的作为彰显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 这个时候居然能够起来诈美 有什么好诈美的 命都没了 仇敌都要来把我们给杀害了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诈美神呢 可是他仍然诈美 他说什么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现在正处在病痛当中 软弱当中 破产当中 经济的压力当中 孩子的问题当中 你仍然可以说 我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能说吗 对不对 约撒法 他跟大卫的态度一样 他信任神的良善 他说我要赞美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对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中 记得 他对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二十二节 当他坚定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 我们看到二十二节 众人方唱歌 炸美的时候 叶华华就派伏兵击杀 那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蒙人 摩亚人 和希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今天让牧师的这一段话语的分享 这一期的信息 能够调整你的思维 能够鼓励到你 能够让你产生信心 你仍然相信神的良善 仍然相信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仍然相信天父爸爸是最爱我的 仍然相信耶稣基督爱我到底 当你调整这样的态度 当你把你的焦点转变的时候 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时候 这一期信息更新到你的时候 所有的仇敌 他们就被打败了 反败为胜了 哈雷路亚 我再让你来看第三个例子 约瑟 你知道约瑟的人生遭遇了太多 对不对 被兄弟们排挤 被兄弟们卖掉 对不对 然后呢 在波提法的家中又被陷害 然后在监狱里面替酒阵解梦 又被遗忘 对不对 他经历了太多太多 但是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态度是什么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这位属神的人 他一直有一个态度 有一个信念 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弟兄姐妹 不管现在的环境怎么样的压迫你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艰难当中 不管仇敌攻击你 疾病搅扰你 不管是什么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你记住神是一位好神 约瑟说我的神是好神 我的神的意思一定是最好的 哈雷路亚 今天你不管到了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你处在哪一个季节 你已经在这个季节了 虽然你想不通 虽然你不明白 虽然你可能有时候会软弱 会埋怨 会困惑 但神在你生命中的意思是好的 这是约瑟的信念 这是他的态度 然后约瑟就最后怎么样 就成为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那我再让你来看下一个例子 约瑟同样 那约瑟遭遇了这一切之后 他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了所有 对不对 他的孩子被攻击 他的财产被攻击 连他的身体健康都被攻击 但约瑟怎么说啊 来看约瑟的态度是什么 约瑟是一位信靠神的人 他说我赤身处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毁 赏赐的是叶和华 收取的也是叶和华 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的 虽然约瑟当时不明白 这是仇敌撒旦在攻击他 但是他有一个态度是正确的 虽然对于灵界的一些事情 约瑟可能没有认识那么明白 约瑟对于某一些真理上 可能他认识没有那么透 赏赐的是叶和华 收取的其实是魔鬼在攻击他 魔鬼在教导他 对不对 但是神也允许 神也是要让更大的祝福领导他 神也允许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考验有试炼 对不对 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益处 神不会让难担的担子 担在你的身上 一切都是你能够承受的 神不会叫过于你能担的 那个试探领导你 所有领导你的都是你能承受的 你相信恩典够用的 你相信在你受试探的时候 他必要为你开一条路 使你能够忍受得住 所以约伯他说什么 他说不管怎么样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约伯逝去一切的时候 约伯说 我赤身处于母府 我也赤身归毁 我没有带什么来 我也没有带什么去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经济的丰盛 都是耶和华给我的 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然后圣经记者说 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余望 也不忘凭神 他相信神的美善 他相信神的美好 他跟大威一样 他跟约沙法一样 他跟约瑟一样 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信念 神是一位好神 所以约伯有不完全的地方 虽然约伯中间也有一些软弱 就像我们一样 对吧 我们中间也是 一会儿稍微上来一点 一会儿又下去 一会儿又上来 我们也是跌跌撞撞 对不对 我们也是磕磕碰碰地向前 但神的手一直在 拉着我们的手向前 那约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来看 圣经这里说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从前所有的加倍 你看到约伯最后的 丰盛和蒙福 对不对 他有一个信念 我的神是好的神 是美善的 那下面再让大家来看一个例子 好不好 保罗怎么说 保罗也有一个态度 保罗这一位恩典的使徒 伟大的使徒 但保罗也说 人生中会遭遇一些苦难 但是他相信神是好神 那我们来看第三节 灵后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吃各样安慰的神 其实保罗这个时候是在患难和挑战中的 第四节他怎么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哇 这么伟大的使徒居然会遭遇患难 遭遇逼迫 对不对 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如果换成是你跟我的话 可能会说 上帝啊 如果你爱我 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 上帝啊 你爱我 为什么会逼迫我 上帝啊 你爱我 为什么我的教会有这个大环境挑战被关门了 上帝啊 如果你爱我 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上帝啊 你爱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 或者我们自己会经历那么多的问题呢 如果是你跟我 可能我们就会有很多疑问 但保罗在患难中 在苦难中 他说什么 他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仍然赞美神的良善 对不对 他说我的神是发慈悲的父 是赤各样安慰的神 弟兄姐妹你能相信吗 你现在在患难中 你能说我的神是发慈悲的父 发慈悲的父就是好神 你的神不是严厉的 审判你的 那个要来 那个诅咒你的神 他是发慈悲的父 他是爱你的父亲 保罗在一切患难中 他仍然宣告 他的态度就是 我的神是发慈悲的父 并且是安慰我的神 我相信我的神是发慈悲的父 是安慰我的神 虽然我的状态挺落魄 对吧 感谢主 原来我们可以做那么大的聚会 来现场聚会荣耀神 但是你知道在墙内的人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现在大环境也不允许 但是我的神是发慈悲的父 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阿们 我下面再跟大家来看一个人 叫以撒好不好 同样 圣经说什么 那地遭遇大饥荒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圣经 二十六章第一节 在亚伯拉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伊拉尔去 所以在大饥荒当中 以撒做什么事情 以撒没有去投靠假神 以撒没有跑到埃及去 对不对 以撒信靠神 跟随神 重点是他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良善 虽然还看起来是饥荒 虽然眼睛未曾看见 但他做一件事情 凭信心撒种 来看下面的经文 以撒在那地耕种 耕种就是撒种 然后看到什么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亲爱的丢姐妹 以撒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 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相信神的美善 他仍然跟随神 照着神所说的去做 他没有跑到埃及去 他凭信心撒种 耕种 结果就有百倍的收成 因为神赐福给他 我今天盼望这一期的信息 虽然不是很长 这一点信息 能够鼓励每一个人 在困境中 在挑战中 在低谷中 或者说在你感到 很失望当中 请你调整自己的思维 仍然相信神的良善 相信神的美好 你接下来会有 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要大大的赐福给你 耶和华是永远值得承诵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为你增长 虽然眼睛未曾看见 虽然耳朵未曾听见 虽然在表面来看 还有很多的问题 但你的心要被调整过来 你要相信 你要信靠神的良善 像大卫一样 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 来依靠他 宣告他的良善 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他是赐福我的神 是赐福我的主 你接下来今年会有 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大大的祝福大家 愿神与你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祝福 阿们 是赐福人都在哪里 在课福何处 在这一天 里面前排 是赐福人的 你会有